我看学佛的同修们 有的学杂了 有的学偏了 有的学邪了 有的学招魔了 有的学成了思想言行 都不正常的精神病 有的学的神经兮兮的 整天神啊 仙啊 鬼啊的 没完没了 有的今天被附体 明天被附体 苦不堪言 看到这种情况 我真的痛心疾首 欲苦无泪 学成这个样子 是经典的过世吗 不是 是佛菩萨的过世吗 不是 谁的过世 自己的过世 是我们自己糊里糊涂乱邪一通 得到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也是非常可悲的 有一部经 叫阿南问世佛 这是一部入佛门非常重要的经典 佛第一句话教我们 要依靠明师 这个明不是明气很大的明 明是新地光明 是新地光明的明 明气大没有用 现代人很会制造知名度 华尔不识 骗人的鬼把戏 所以知名度高 并不代表 并不代表他有修 有学 往往真正 有修 有学的人 反而没有人知道 这是真正的修行人 这是真正的 善知识 找一位真正 有修 有学 有政治正见的老师 给你指路 你就不会走错路了 你找到这位老师 必须真听话才行 不听话 对老师还有怀疑 怀疑老师修学教导的方法 这样的态度 是自己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 结果什么也学不到 什么叫老师 所谓诗 就是他过去走过的路 吃了好多亏 上过很多当 他现在将他修学历程的种种经验 传授给你 把他的教训 也说给你听 使你在修学过程中 不再犯同样的过失 这就叫做失 这些年 我听有人这样说 刘素云不会讲佛法 就会家长里短的老家长 听了这话 我毫不介意 人家说的没错呀 因为我的经验也好 教训也好 都是这些家长里短里 不说这些 光说好些大理论 说那些官话 套话 假话 不解决实际问题呀 还是来点实在的吧 不管讲的是不是佛法 能用得上就好 后人记住前人的教训 不犯前人的过失 后人比前人更高明 这样的学生 一定超过老师 所谓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 这是失道 但是切记切记 如果有一天你清了 千万别忘了那个蓝 没有那个蓝 哪来的你这个清 尊师要用真诚心 不是口头上 还行事上的尊师 背后搞被识叛道的 丑恶够大 现代人福博 不懂得事实之道 所谓事实之道 是记取老师 过去走过的冤枉路 我不走 这就是事实之道 如果老师走过的冤枉路 我还要再去走走 这是迷惑颠倒 是真正的愚笨 回忆我这二十年走过的学佛之路 基本上接近老法师说的事实之道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慈悲加持 让我开始学佛就闻到了正法 遇到了明师 走上了正确的学佛之路 我真的好幸运 遇到了这么好的缘 老法师 老法师讲过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天 有人问他 法师 你是怎么学的 能不能把你的经历告诉我 这个人想跟老法师学 老法师告诉他 我学佛三十八年 这是指当时说的 我摸索这条路 走得好辛苦 你要听我的话 我教你这条路 你就省了三十八年 你要是照我的路去走 三十八年 未必有我的成就 这段话听懂了没有 老法师用三十八年的实践 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学佛之路 你走哪条路 两条路 一条路是把老法师三十八年走过的路 你再从头走一遍 自己去摸索 一条路是老法师摸索出来的 现成的正确之路 老法师告诉我们 佛陀经过无量阿僧齐劫 路走得太辛苦 太冤枉了 吃了很多苦头 到最后 找到一条成佛之路 他找到了 把这条路指示给我们 我们不相信 还要走释迦牟尼佛那个老路子 还料无量阿僧齐劫 还找不到 你说这多愚笨 多可怜 一切诸佛成佛之道是什么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无量节之后 找到的成佛之路 也是这句阿弥陀佛 也是这句阿弥陀佛 佛佛道通 我们如果能够接受 就称之为 师承 师道 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经过无量节 才发现的 我们当下就接受了 立刻就成功 就跟他的地位平等 他成佛 我们也成佛了 而且是成的平等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